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8日 星期一 股市经过上周四、周五 连续两天急升之后 今天又再稍见反复 先看看指数 恒指早市先是低开123点 到16669点 曾经有少少后秋 见过16713点 但高台买盘不足 加上零税沽压再涌热 结果市况到下午三点左右 已经一度跌了220点 到16572点 事实上整天股市 都是反复大远之中 持续拉脚的 好了 股市今天又再有一度反复 但问题似乎暂时不是那么大 我说的是暂时 因为直到现在这分钟 指数仍然是 稳守在10天平均移动线 16405点之上 说了很多次 只要指数捉住10天线 或者站在10天线之上 暂时来说就不会 进一步向下沉走 今年或者今个月的新低 因为相对今个月的低位是 15972点 现在相差来说 都有差不多500点 暂时来说 都是属于一个整固等变 问题 就不是那么大 但当之 如果明天的市场进步反复 从而跌穿10天线 情况就不是那么理想了 去到12月份的18号 其实大家要数数时间 明天到星期五为止 还有四个交易天 到接着就是圣诞节 圣诞节回来 就是12月27 星期三 就是今个月期指转创的高峰日 星期四 10月28 就是今个月期指结算日 到星期五 都同之 就是今个月最后一个交易天 亦都是长期衍生工具结算日 换句话来说 未来这几天好和淡的角力 增持是会相对比较明显的 做淡的 当然希望指数在比较低的水平 进行转创和结算 从而赚取账面上比较大的利润 但是好仓的亦都希望市况稍微扶稳 从而减低转创和结算带来的 账面上的损失 到底到最后哪方面是会稍微的力度加大一些 现在这分钟真是不知道 初步看就先千里十天线 只要市况稳守十天线流上 似乎来说就有利后市作进一步的退进 不过要视乎买本的态度而定 向上望第一个阻力就是20天线 大概16869点 望高一点就是今个月1号的高位17,038点 这个就比较关键了 因为由今年8月开始已经连续五个月 包括今个月在内 已经仍然处于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情况其实来说真的不是太过理想 如果到月底前指数能够突破17,038点 从而将12月份的股市扭转成为先低后高 这个绝对有利于一月份的市的 技术上的发展 虽然不敢望得太多 但是你突破了17,038点 再向上望 事必是50天线 其实50天线已经跌到17,262点 每个月肯定有波幅 如果能够突破了17,038点 过度到一月份的话 不用多了 1000点的波幅 只要是先低后高 指数已经可以进一步挑战 100天线 大概17,828点 因为几种平均移动线 现在相差1000多点 远又不是太远 所以市升1000点或者跌500点 有一个很明显的方向性 给我们看到 但是最后 都是要看腾讯 爸爸和美团的表现 因为这三只占了恒指成分 21.84% 如果它走势持续反复大运的话 说真的 大市一定会受影响的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8星期一 12分剩下的交易店已经不多了 这个星期之后就是圣诞放假 而下个星期三已经是这个月辞职赚餐的高峰期 而下个星期四就是这个月辞职结尊日 所以未来这几天 我觉得好 但的增值是会比较明显的 好了 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 寒增指数先低开123点到16669点 强清一度稍微轻轻地回升到16713点 可是买盘不足 还有股盘也不断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到下午三点左右 指数已经曾经一度是跌了220点到16572点 等于说整个交易店的股市都是仿佛而带远的 相对上个星期五曾经一度上升500多点来说 今天的走势当然是比较令人失望 可是在未来这几天我想相关的情况还是会不断地出现的 好创一定会尽量把股市围续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进行一个旗子的转仓跟结算 反而做淡的 当然希望股市是稍微在比较低的水平进行一个转仓跟结算 所以变成来说股市一天就大幅度上升 另外一天就相对来说比较反复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股市今天就算是明显的反复 可是我觉得整体的问题暂时也不大 我是说暂时不大 因为股市还是走在十天平均移动线之上 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只要股市能够稳守在十天线以上 那最低限度显示整个不断往下寻找低微的走势 暂时已经改限过来了 因为结果的低位是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二点 相对现在的指数在一万六千五百点左右算起来 还有一段距离的 而中间来说最关键的支持就是许天审 好了后一个阶段股市能不能够再往上走 还是要看资金日式的态度而定的 现在往下看第一个比较关键的左利 就是二十天线 大概讲一万六千八百六十九点 再看高一点点 当然是这个月一号的高位 一万七千零三十八点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 十月份的股市还是先高后低 从八月份到现在为止 连至五个月都出现这个情况 的确令人很失望 所以到十二月底之前 只是能不能够深破一万七千零三十八点 是比较关键的 传统来说 在十二月底之前 一定有相对的资金做一个布局的 目的当然希望把旗下的资金表现 尽量改现 可是今年的股市高位是一月二十七号的 两万两千七 相对现在在一万六千五百点 可以说不管资金经理怎么样去改现 最终来说今年的投资一定还是表现不好的了 所以希望就是说只是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 再过渡到明年的一月份 因为这个要是能够在最后的几个交易天 重新回升到一万七千零三十八点以上 这个当然是有利一月份的发展 要是这个做不到的没有办法 就只有希望一月份的股市能够把先高后低的走势 稍微改变 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投资界还是少等一下观望一下 最重要当然是还要看腾信 美团点评跟阿里巴巴的表现是能不能够改现 因为这三个主要很真实就是成分股 在恒指率里面见的比重已经有21.80% 对整个股市来说有相当大的影响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 留言 订阅 按一下小铃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一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订阅员 请订阅大家订阅